文聯網基本上就是指透過互聯網 將相關的智慧探頭和裝置連在一起 最重要的是將裝置和設備之間 可以互聯互通和互相交換資料 並且作出所需的指令 在文聯網世界中每一個探頭都會裝上通訊晶片 裝上晶片後便會變成智慧探頭 智慧探頭所收到的資料之後 便會透過附近的機站傳送 將資料送到資料收集中心和雲端 開始進行近乎實時的分析 以作出對應和所需的應援 物聯網可以做到智慧的處理 以及可以準確傳達和全面感知 對大量數據和信號的分析和處理 再將物體的訊息通過互聯網準確傳遞到雲端 隨時隨地地感知物體和附近環境的訊息 物聯網技術在香港的發展潛力是非常之大 它擁有廣闊的應用範圍 包括智能醫療、智能生活、智能家居、智能物流、環境監察等等 例如在災害控制方面 可以透過設置於不同地方的感測器 收集環境數據 例如空氣的質量、濕度、泥土的鬆散程度 降雨的量、山火等等的出現 以監控環境變化和採取相應的措施 以其將災害和損失減到最低 另外香港將會在不久到將來 大力發展5G技術 配合5G高速傳輸 未來將在一平方公里 可以設置多達100萬個IoT的裝置 物聯網的普及範圍越大 它收集數據和分析的參考性和精準度 將會越高 物聯網有希望在未來成為科技應用的一大趨勢 現在在業界 仍然缺乏國際要求的統一感應性標準 意味著企業之間業務協調和廣大應用 應該會遇到一定的困難 加上近年來的網絡罪案和訊息洩漏問題 越來越嚴重 所以網絡安全也成為物聯網發展的其中 潛在的風險之一 我和智慧城市聯盟再停了政府的一些部門 正在在開發IQVE的標準和推廣 是準備給全球應用的 現在正在發展之中 科學園和數碼港也一起推動 希望最後會成為國際的標準和測量 物聯網的應用將會逐漸融入到市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也會為社會各界帶來方便 可見物聯網的發展潛力非常巨大 相信業界也能夠把握機遇和優勢 令到本港的物聯網技術能夠邁向國際化 可見物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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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見物聯網